因为人生是有风的 可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很多活动你听不到 等到有一天你停下来了 才听到那个风声 才知道头发都已经斑了 那个生命的风是息息不断的 所以在花语里面会有这样的东西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要特别可能提醒一下 所以如果去看的这些朋友们说 他们就是要 他们应该要看懂的部分 所以我要说什么呢 来看跳舞的时候 把百科全书在戏院门口就丢掉吧 不要一路看的时候一路查字典 太辛苦 所以这一次总之要记得 就是是一个彩色版的 云门舞集的新作品 我想我应该说的比较诚实一点 基本上是彩色的 基本上 因为花的时候当然是彩色的 花细了以后 不是那么彩色的 但是不管我舞编的多坏 巴哈的音乐绝对会挺到底 非常谢谢林老师到节目中来 谢谢 谢谢 青春雀跃的肢体 在飘落的花瓣里穿梭飞舞 这是云门舞集08年秋季的新作品 《花语》 编舞家林怀明 借由自由流动的身体美感 让舞者尽情跳出生命的原始色彩 接到说云门的新作叫花语 听起来就觉得很开心 就像说一个 比如说年过六十岁的人 其实有这么大的浪漫 或者某程度我们也看到很多童真 就是保持那种很开心的心情 而且他看到的世界是如此缤纷 花一定是缤纷 可是因为这个雨讲话 好像会有那种 跟你比较有亲密的感觉 或者也有大声说的喧哗 就是都是听起来就是 立刻视觉上就可以联想 那我也觉得这是他们 每次在作品里面 就从名字就可以给大家 一个重要的印象 《青春飞扬的花语》 是以巴哈舞伴奏大提琴组曲的 快板乐章来过 透过深浅不一的红色花瓣 令幻名让舞者与花 在舞台上合而为一 表达出繁华落尽的生命心思 大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甚至包括其实除了西装 现在在我们也采访一家电视 订做鞋子 鞋子其实很有趣 就是说它的鞋子订做 除了说它可以让你量什么脚型之外 其实它可以让你很多一些皮的部位 可以换你要的花色 就是你要这样的花色 就是男人的东西都比较闷骚 会在很小的地方放出一些就是独特性 像那个地方很有趣 它就会在你知道英国那种牛津鞋 那种雕花皮的鞋头的部分 会有一孔一孔那种雕花的东西 它把它那雕花把它组成一个骨骨头的图案 可是一般你知道你不去看 你不会注意到 你乍看看就觉得是一个咖啡色鞋子 或者是黑色鞋子 仔细看就有一个骨骨头 怎么会骨头在上面 就很 就是说一种低调的那种烧包这样子 所以男人的fashion是在玩这些 非常非常细节的部分 对 现在这些小细节的部分 我觉得会让很多男生 可能绝皮去逛一些精品的百货公司 可能对他们带多更多的乐趣 这样子 就是很多小朋友 你可以在那个店 可能消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主人泡火给茶给你喝 甚至喝杯香槟 然后慢慢聊这个布料 那个布料 然后试试看什么之类 就是它让你的shipping 不是说很目的性 像去百货公司 我要买一条领带 我要买一件衬衫 不是我买一条皮带 那么的机械化 就是它也可以有一个 有好玩的成分在里面 听起来是真的很有意思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是可以试试的 在你欧月就蛮多了 甚至我觉得台湾很多 一些订做西服的人 其实我觉得在考虑 他们可以转型 更年轻化的一些 这个方向路先走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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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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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